说起青霉素,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应用于临床医学的抗生素,它的出现使得人类可以正面抵抗各种细菌的感染,而且它问世仅70年就拯救了上一人,直到现在,它仍然是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首选药物,其抗菌作用不可小觑,是临床治疗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的药物。 不过,大家虽然都能想到青霉素对人类医学的发展有多重要,却很难想到,它竟然是发明者弗莱明用自己的鼻涕粘液研究出来的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,这里是小豆芝历史,订阅我。 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学医之路 弗莱明出生于苏格兰一个小镇,家里兄弟众多,父亲去世之后,母亲和大哥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。 十三岁的时候,为了生活,他投奔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汤姆。 当时汤姆已经在眼科小有成就,在他的帮助下,弗莱明进入了一所医学技校学习。 后来,因为他的一个姑父去世,他分到了250英镑的遗产。 在那个时代,这笔钱可以做很多事情,最终,在汤姆的建议下,他拿着这笔钱去参加了伦敦大学的考试,并顺利考入了伦敦大学的圣玛丽医院医学院学习医学。 1906年毕业之后,因为在校期间成绩优异,他得以留校跟着老师赖特博士进行免疫学研究。 在赖特博士的指导下,他做了有关吞噬细胞、调理素、伤寒菌等一系列研究工作,成为了当时少数掌握静脉注射技术的医生,并在学术上积累了一定的荣誉。 突发奇想的青霉素,大家都知道,弗莱明成为医学界权威性的存在不只是因为这些,而是因为他发明了青霉素,但青霉素被发明的过程并不像我们我们想象的那么严肃。 而是因为弗莱明的一场重感冒,以及他的一次突发奇想。 1921年11月的一天,正在进行细菌研究的弗莱明患上了重感冒,当时正值一战过去不久。 经历过战争,见识过战士们溃烂的伤口,让弗莱明迫切想要研究出一种既能杀死伤口处的细菌,又不伤害人体正常细胞的药剂。 所以,正处于这种研究中的他,步道万不得已是不愿意休息的。 因此,虽然得了重感冒,还是坚持在实验室里做研究,正当他如火如荼地进行细菌实验时,突然一不小心将自己的鼻涕掉到了正在做实验的器皿上面。 按照细菌培养规定,一般人都会选择清洗掉鼻涕,重新进行实验,可弗莱明却是个喜欢创造的研究者。 他看到后,突然就好奇起,鼻涕和那些菌株混合会生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来。 于是,他不但没有清洗掉鼻涕,反倒沾取了一点鼻涕粘液,放进了固定培养机中。 两周之后,他在清洗培养敏前,发现培养机中遍布原来的囚军的克隆群落。 但是鼻涕粘液所在之处,却没有该囚军的克隆群落,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从未见过的克隆群落。 后来,经过弗莱明和同事们的研究,发现所谓的新的菌群并不是克隆出现的,而是细菌融化所产生的。 于是,他开始针对这个结果进行对比研究,经过反复的实验,他得出鼻腔粘液中存在含有抗菌素的结论。 而且,通过对人体产生的各种体液和分泌物研究发现,基本上这些都拥有这种抗菌素。 他推断这种抗菌素其实是一种酶,在赖特的建议下,他们将这种酶称为溶菌酶。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奇特的细菌,他重复了贝格尔等人关于新金浦菌变异的实验。 企图发现新的变异菌落,通过反复的实验,终于在一次培养细菌的过程中,他终于发现了一块因绒菌而显示的惨白色,也就是后来的青霉素。 于是,1929年6月,他发表了《关于霉菌培养的杀菌作用》的研究论文。 后来,他还在《不列颠实验病理学》杂志上发布了这篇论文,并在其中陈述了青霉素在未来的重要用途。 在之后的十几年里,弗莱明一直致力于研究关于青霉素的提纯技术。 期间,他曾将青霉素粗提物通过静脉注射打入家兔和小白鼠的身体里。 结果因为致死率太高,使得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,由于一直没能掌握提纯青霉素的技术,也就没能将其应用到临床医学里。 直到1939年,德国化学家钱恩的到来,关于青霉素的研究才正式安排上了日程。 钱恩出生于德国,年轻的时候受希特勒势力的影响,来到了英国,并于1935年应弗洛里的邀请去了牛津工作。 在牛津,他在调查弗莱明关于荣菌酶的发现时,注意到了青霉素的存在。 通过系统的查阅资料后,他向弗洛里解释了青霉素对临床医学的重要性。 于是,德道弗洛里的认可后,他们一起重复了弗莱明的工作,确定青霉素的存在后,他们通过实验一起提纯了青霉素。 紧接着,他们将提纯的青霉素用到了病人的身上,获得良好的反馈之后,他们向英美政府公布了青霉素的存在。 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,他们很快找到了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的方法。 1944年,英美政府公开在医疗中使用青霉素,并用一年的时间向全世界推广了青霉素的医用价值。 虽然青霉素的发现有点戏剧化,但不可否定的是,它的出现对医学界乃至全世界来说,是人类步入抗生素时代的里程碑。 于是,1945年,国际上肯定了弗莱明、弗洛里和钱恩的贡献,他们共同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籍医学奖。 为什么青霉素是超级神药? 首先,青霉素让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对病菌无特效药可治的困境,空气中弥漫着病菌、病毒、尘埃等混在一起的利器。 利器意思是中国明末清初的传染病学家吴有幸在瘟疫论中提出来的,直到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和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在19世纪中叶的研究。 才知道利器之所以治病的原因是其中的病菌、病毒在作怪。 其次,青霉素是一切抗菌素的发刃和基础。 由于青霉素的发现和量产,并有效地用于临床,种类繁多的抗菌素奔涌而出,形成规模庞大的抗菌素家族。 炼霉素1943,金霉素1947,绿霉素1948,土霉素1950,红霉素1952,卡纳霉素1958。 其间,世界上已发现一万多种不同的抗菌素,其中人工合成的超过4000种。 并且每年都要开发出新品种,这正如美国天体物理学家、科学作家迈克尔·哈特在他的名著《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》中所说, 青霉素的发现对寻找其他抗菌素是一个巨大的促进。 第三,青霉素是高效、低毒,仅有极少数人在使用食过敏、抗菌能力强的抗菌素中的全能冠菌, 对包括格兰式阳性菌、葡萄球菌、贝特、溶血性链球菌、链球菌等多种细菌都有不同程度的抗菌作用。 于是,哈特写道,青霉素,这项研究导致发明出了许多其他神奇的药物。 但青霉素却是用途最广的抗菌素。 不过,这里要明确指出,青霉素对病毒完全无效,也不能替代其他成为后起之秀的抗菌素。 第四,青霉素在所有的抗菌素中抵抗病菌的抗药性能力最强,已经使用了70多年,至今还在广泛使用。 总之,青霉素对药物学、医学的影响无与伦比, 哈特在《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》中把亚历山大、弗莱明对医学的影响,排在所有对医学做出贡献的人之手,列总排位的第45位,也就理所当然了。 英国《焦点》杂志则在1998年刊登的头一年评出的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100项发明》一文中,把包括青霉素在内的抗菌素列在第7位的高位上。 由于弗莱明是青霉素的发现者,他也因此名造一时,但是弗莱明在面对记者们的采访和在演讲的时候,总是将功劳归功于研究小组,从不提自己的成就。 这份谦虚并没有阻止他和弗洛里以及前三人一起荣获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,而他的故事也被编入了教科书,成为了科学界的典范人物。 请不吝点赞 权理论